問海委會在地方創生是以什麼方向 因為你們施政計畫裡面有講到 對於一些資源比較缺乏的地區 在地漁民的轉型經營 還有吸引農村青年回來 事實上就是增加地方的元氣啦 你補助的重點是辦活動還是做文化扎根 還是做什麼 我現在要跟您講 我們桃園有兩個很重要的漁港 一個是竹圍 一個是永安 其中永安有拿到一個食戶文化 這個是真的是很值得去研究去推廣 這個文化去年有補助 好那今年呢 我發現你們核准的案子 一樣15案 而且預算整個比去年多 可是裡面一案桃園的都沒有耶 是桃園市政府沒有送案件給你 還是他們今年送的案子不符合你們的標準 我們查一下好了 你查一下等一下再告訴我 那不管有沒有送 或者是你們的審查怎麼樣 桃園就只有這兩個漁港 而且兩個都很有特色 我特別要介紹裡面其中一個 永安漁港這邊是一個 非常安靜的一個客家漁港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文化特色 它是全國唯一的客家漁港 所以它那除了漁業 觀光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客家文化特色 這一點我要求 我們海委會在創生的部分 多跟客委會去討論一下 因為客委會 也有類似的一個責任 就是輔導我們地方客家漁港的文化 但是它的經費是有限的 這一點是不是請主委注意一下 這個我會注意 我很重視 所以如果相關的訊息 也請讓我們分析知道 我想地方創生是我們大家 共同的 努力 謝謝